未来世界地球污染严重 数年后人类将无法在地球生存 只得将西方寄托于太空移民 土星最大卫星泰坦星即为目标星球 不过泰坦星生态系统与地球早期相似 环境十分恶劣 短期内无法改变星球环境 只有改变人类自己 去适应泰坦星环境 顶尖科学家柯林为此提出改造计划 造神行动 利用高科技迫使人类短时间内 完成原本需要几十万年的进化 招募了几十名优秀的军人 飞行员尼克为了妻子和儿子的未来资源加入 计划出其进展顺利 重任通过改造 已经能潜水数十分钟 其中尼克最优秀 表示他们已经能适应 泰坦星上低氧的恶劣环境 一段时间后 尼克妻子发现尼克不再怕热 手伸入冰水中没有丝毫感觉 已经适应泰坦星的低温环境 不过很快发生异常 众人开始脱发 一位女实验者毫无征兆 数分钟内吐血而亡 甚至来不及抢救 恐惧的情绪开始蔓延 有的人想要放弃 不过尼克觉得 为了人类的未来 有所牺牲在所难免 可随着一位男实验者 脾气越来越暴躁 动手殴打妻子 直到最后杀死了妻子 随后被赶来的拘人击毙 这让尼克妻子越来越担心丈夫 直到一天夜里 妻子发现尼克脱皮吐血 作为医学博士的妻子 采集尼克的血液并化验 竟发现其中含有动物基因 随后妻子拿着尼克的通行证 偷偷来到柯林办公室 这才发现 已经有几名实验者死亡 即将进行最后一项手术前 在尼克妻子的质问下 柯林承认在药剂中 加入了动物基因 并私自夹杂了剂量 不过目前我们已经没有退路 如果不做手术 尼克只有死路一条 最终尼克和其他 剩余实验者一起被推进手术室 活下来的只有尼克 和另一名女人苏菲 而她们也成了新物种泰坦人 她们通过触摸和低频交流 无法与人类沟通 在去泰坦心前 她们各自可以和家人相处一晚 和往常一样在夜 气氛却有些尴尬 妻子不知该如何与尼克相处交流 而苏菲竟杀死了自己的丈夫 来到同类尼克家 两人通过触摸交流 一起期待着在泰坦心上的生活 可随后军队赶到 误以为苏菲疯了 直接将其击杀 柯林交给尼克妻子 去除记忆的药剂 可妻子偷偷放走了尼克 最终两人还是被抓住 柯林下令杀子两人 均人却调转枪头对准柯林 她们不想对手无寸体的女人下手 最终妻子还是选择把尼克送去泰坦心 泰坦心上尼克带着地球上的记忆 孤独的活着 造神行动看似成功 但又有什么意义 不如好好保护地球环境 以上故事来源科幻电影泰坦 如果喜欢小七讲的电影 可以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